好 不过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当然了 他一个政治豪赌 到底要在哪边呢 来进行一个高空弹跳 有网友建议可以挑战508公尺的101大楼 但是我们记者发现101不愿意外借 这个风险比较高 也有人建议他去跳桃园知名的大汉桥 百货业者也跳出来说 愿意提供大概八层楼高的场地 就等他何时兑现 海里怀来的男人王世坚 现在发现豪雨要高空弹跳 要到哪儿跳 百货公司业者愿意租借场地 就在上面的高空平台 只要他愿意往下一跳 光是这个落地网面在建筑物是四层楼高 我们再往上看高空弹跳的点是12层楼 这样算下来从上到下 至少有七八层楼高 这一跳不得了 网友建议王世坚高空弹跳的第一个地点 就是这里面的室内弹跳空间 大约十年前这里常有人花两万块场地费 挑战高空弹跳 从中空天井往下跳 有护王保护 不过将近八层楼高高度 从上往下看 双脚都在发抖 王世坚想要高空弹跳 还有先决条件 首先得先要有保险 再来要有专业教练陪同 而且他的身体不能有高血压 还有心脏病 如果挑战三十多公尺建筑物不够看 也有网友建议王世坚可以挑战更高的 就是五百多公尺的101 不过到现在对方的答案是不外界 三 二 一 北台湾著名的高通弹跳 还有桃园县的大汉桥 上百公尺坠落快感 有溪谷山水来作伴 或是万里翡翠湾海景高空弹跳 都是不错的选择 地点有了 现在就看王世坚在安全考量下 何时从跳海南变成高空弹跳的男人 总体新闻林一青人一方台北报道